桃園市政府地震局 宣導小劇場 輕鬆收拾好放行 登場人物介紹 黃謝珍 黃太太 業者小豬 老衛啊 兒子剛剛打來說 西部已經生了 我們當阿公阿嬤囉 喔 那我們快點東西看一看 去米國快點孫啊 不過以後搬到阿嬤裡睡 都在帶孫 這邊的房子怎麼辦呢 那麼出租收租金怎麼樣呢 不但有人幫忙構築 還多一筆養老金耶 可是我們倆保不在這裡 收租秀勢好麻煩喔 唉 遇到欠租又不搬的租霸 也沒辦法應付 欸 我想到了 隔壁老王說過 政府最近有什麼包租代管政策 讓房東可以輕鬆收租 那不是真的 老衛你趕快上網查查 哇 桃園市地震局租賃條例專區 裡面有好多訊息耶 不過這些法令 看得我不傻傻 要問誰好呢 欸 我找到街上有一家 租賃住宅服務業者 哇 你真厲害 我們明天把土地問問 買 Let's go 隔天必早 歡迎光臨 有什麼我可以協助的嗎 想了解包租代管沒問題 請跟我來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於107年6月27日正式上路 條例定有兩種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營模式 租賃住宅包租業租賃住宅代管業 簡單來說 包租業就是向房東以較便宜的租金 乘租房屋後轉租給房客 代管業則是受房東委託執行租賃住宅管理事務 包括點交、收租、修繕等 找包租收的租金會比市場房租低 不過可以免去找租客的麻煩以及空租風險 找代管則需要自己把房子出租 支付代管業者費用 由業者收租修繕 房東無論是選擇包租或代管 只要契約期間達一年以上 就可以享有每屋每月6000元的租金所得稅免稅 超過6000元至2萬元部分 想必要損耗費用53%之扣除我了 聽起來有夠讚耶 我可以先提供定型化契約給你們 帶回去慢慢看 兩位決定好後再約時間簽約及調查屋況 太棒了就這麼辦 謝謝兩位將房屋交由我們出租 我們會定期支付租金給你 並且仔細過濾房客以維護你們的房子 耶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心搬去Miko 寒移弄順囉 委託專業想睡優 輕鬆收租好放心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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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